Hello 大家好 我是Ringo 我很久沒跟大家錄過影片 第一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第二是因為我有個小孩剛剛出生 所以沒跟大家錄過影片 今次一年多集的影片 我會跟大家講一講買樓花五大提示 買樓花的第一件事最重要 我們要知道那塊地的建築商是賣了 還有它有沒有鬆到 有很多發展商沒有賣了那塊地 就已經拿樓花出來買 大家要知道一件事 香港和多仁多是有很大的分別 在建築界各方面 在香港來說 我們差不多各個發展商或建築商 都是上市公司 但多仁多有很多中小企 所以大家買樓花的時候 就要小心 它究竟那塊發展商是買了那塊地 還有鬆了沒有 如果那塊地是未買了 和不太鬆到的話 很大可能它是蓋不到的 第二件事大家要注意 就是 Implicit Cost 因為買樓花之後 大家最好預算大約2-3% 就是要買樓花費用 這個樓花費用 包括什麼呢 其實在你的Purchase Agreement 就已經是寫明了 通常裡面包括有Development Charge 不少的Builder都會CAP 第二就是Atherion 第三就是Builder方面施費 第四就是Builder方面Discharge Mortgage 如果你們是買condo的話 他們可能會有一個Stratus 你們要付 第三樣我覺得也頗重要 就是你買樓花的時候 不要指望那十天冷靜期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是買一個Freehold的樓花的時候 是沒有十天冷靜期的 但如果你買condo的時候 是會有十天冷靜期的 就算你是買condo 你利用那十天冷靜期的時候 你也要先付一個Builder 因為Builder有時候 出數入數 諸如此類都會很麻煩 要拿回Bandruff的時間 就會非常之長 第四個提示 就是大家可以在以下的網站 查一查究竟Builder 有建設過多少間屋 有多少間屋 是收到過投訴的 這個情形 大家可以知道 Builder的質量大概是甚麼情形 第五個提示 就是千萬不要因為便宜而買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我會說 你這個死經紀一定會這樣說 但事實上 如果當這個project太便宜的時候 有很多Builder都計算錯數 結果這個project是cancel的 cancel的話 他也會給你一些錢 但樓價又升了值 到最後兩百驅箱 所以大家要記住 最後一個提示 不要因為便宜而買 好了 今天就先說到這裏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個頻道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按一下小鈴鐺 有新影片的時候 就會同事大家